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三观破证 我是仲卓老师 今天的台积电很猛 公布营收之后 今天市场也非常给力 然后就全部追捧进去买 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昨天很强的股票 今天普遍都转弱了 比如说打个比方来讲 像创维拉 或者是像8069的 这些像元泰 他们这两天都是在高档创新高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反而今天大盘大涨 反而这些股票 似乎有人利用台积电大涨 又在调节股票 除了这些创新高的股票 今天出现类似这种情形之外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 比如说高价股里面 你看这是蓄准 打到都快跌停板了 包括6719立志 别忘了今天大盘是大涨200点 6531爱普 还有1590亚德克 还有1477去扬 今天为什么特别跟他聊这些高价股 就是之前我是不是有跟他提到过 我说大盘现在所面临的问题 你不能单独只去看那些涨的 你说今天拉一支台积电 可以抵掉这么多跌掉的股票吗 就指数的观念是可以的 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你有做期货的 那当然你看到台积电涨 你看到权重股涨你会开心 因为做期货来讲看的是指数 所以看到权重股涨 如果你是做多的 那今天肯定期货的多端是大赚的 因为大涨了200点 可是如果你是没有做期货 你是以股票为主的话 你好好去看看今天盘面涨的股票 跟跌的股票 我建议大家好好去 有空的话去看一下 就是说很多股票 它还是潜在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就是我讲的 因为高价股 面临拉回的压力还是依旧存在的 那其实高价股为什么面临拉回的压力 我不要一直讲电子股 我就讲这个1477的巨洋就好了 没有人否认巨洋是好公司吧 我问大家好了 从过年到现在 2月7号开红盘到今天为止 我问大家好了 大盘涨了快700点 它有没有涨 有 老师 涨了20块 对 因为以高价股涨涨20块其实不多嘛 问题是这叫涨嘛 别的不再多讲 你看哦 我再举一个这个好了 阳明光有没有涨 华逊有没有涨 也没有什么涨 对不对 还有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像续准这些股票 你看 今天还送大家一根长黑K 那这些股票为什么最近会这么的弱 形态出了问题 结构出了问题 所以即使大盘很威猛 你看今天又准备要占回到18400 很猛啊 真的我跟他讲 就指数的观点来看的话 大盘真的很强 但是我希望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今天大盘大涨的原因是在哪里 是在台积电 我不是说台积电不好 你看前两天 创为公布业绩也是一样 哇 公布营收之后 你看直接 大涨 这合理啊 利多不涨才麻烦 大家懂不懂 会出现很大的失望 现在卖压 可是现在这个大盘 这个盘面 我不晓得没有特别留意到 就是说 涨跟跌的比例 就说简单地讲 会涨还是那一些 不会涨的就是不会涨 导致这种 所谓的多空啊 失衡的情况非常的严重 那金融股走自己的路嘛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金融股金控股走自己的路 它也不管盘是涨或跌嘛 反正 银行股有的人又不多 当法人没东西买的时候 今天买一买银行股 今天拉一拉金控股 指数又不跌了 可是你说 如果我们就今天指数的观点去看 照理讲今天我跟大家讲 你看涨200多点 将近200点 按理来讲今天 如果你有手上要股票的人 今天应该是不是大赚了 我说按合理的逻辑上来讲 总不可能说涨了指数 结果股票都是跌的吧 我告诉大家 真的很多股票还是在跌的 所以这种赚了指数 亏了股价的情况 又让我想到过年前了 记不记得有一天台积电大涨那一天 对不对 台积电大涨那一天 你说大盘有没有大涨 有啊 问题是你看哦 记不记得那一天 大盘 台积电在1月17号那天 创建了这个历史的新高 来到688 那大盘的指数那一天也是涨 问题是你知道 那天有多少高价股 是啪 啪了来 很多啊 我会懒得去看了 去数了 那为什么会发生那种情形 大家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 就是所谓因为资金的排挤效应 那为什么资金会出现排挤效应 因为资金就这么一套 这跟炒房的道理是一样 你看哦 台北的房价这么贵了 对不对 那些投资客炒不动了 因为太贵了 台南要弄个台积电的这个 那个要设厂嘛 炒一下这个台南的这个 新化那边的这个房地产 那高雄 哇 台积电要四头 快点又要插一个高雄 台中也要弄个中科 对不对 台积电也要去弄一个厂 赶快去炒一下台积电的 那个中部的厂 所以导致北部的一些 炒房的资金 全部都跑到中南部去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资金还是只能那一套 有本事当投机客的 炒房客的还是那些人嘛 那相对的嘛 能够在股市里面当主力的 还是那些人嘛 所以在没有新的资金的 溢注的情况之下 这种资金的排挤效应 在今天又慢慢浮现 你看台积电一拉起来之后 你看挤压到的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这些股票 对不对 真的是一个很明显的排挤效应 大家懂我意思吧 我再跟他强调台积电长 并没有说不好 我对台积电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现在盘市发生有所谓的极端的状况 比如说今天好 我的车票一改 权力开始做多 我们把空单都 就不再去做空了 那我们这些市场有问题 那难不成逼着我们持续 一直去买这种股票吗 因为会涨的就是这一些啊 难不成逼着我们 一直去买这些股票吗 会涨的就是这一些嘛 大家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少数的资金去追捧 有限的资金去追捧 少数会涨的股票 但是其他那些跌不疼娘不爱的股票 反而就在干嘛 下跌 这种恐怖平衡啊 慢慢的你们会发现到 越来越明显 我今天就不去跟他讲这一些啦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我说真的啦 我不考虑翻多 大家懂这个意思吗 好 再来 我不考虑翻多的原因 还有这个原因 来 昨天在这个 我的那个粉丝团里面 我有贴了这张韩国的指数的这张图 为什么我要特别 拿韩国的指数来跟他报告 说真的 我们又没有做韩国 关我什么事情啊 我今天是要告诉大家啦 就是说就整个产业的属性来讲的话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台湾跟韩国的股市的属性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一模一样啊 韩国有没有链铁厂 有 韩国有没有造船厂 有 台湾也有 韩国有没有做低论的 台湾也有 都有 韩国有没有做面板的 不用讲了嘛 三星LG 对不对 全世界最大的两间都在韩国 台湾有没有 有啊 我们有有的啊 有群创嘛 那你说 韩国有没有做这个封册的 有 韩国有没有做晶圆代工的 也有 什么都有 韩国有没有做车的 有 台湾有没有做车的 也有 韩国有没有做米的 也有 台湾有没有做米的 都有啊 你说韩国有没有做泡菜 台湾有没有做泡菜 也有啊 都有啊 就是因为这个产业的属性 太过于类似 所以以前啊 每次韩国在那边动手脚的时候 台湾人 我们台湾的产业 为什么会非常的生气 原因就在这里嘛 消价竞争嘛 好在台积电满争气的 干掉三星的晶圆代工 制成的技术啦 不过这两年 这个三星追的也很快 会不会超越我不知道啦 但是还是需要时间的 好 这是题外话 我今天特别举韩国的例子 要跟他讲的是说 一个多头市场 慢慢要步入空头市场 它不是一夕之间的 懂吗 它不会突然间来个 当头棒喝把你敲一下 哇 整个市场就步入空头 不会 它是需要时间的 那这个就是股票市场里面的 一个惯性 一个惯性的原理 大家不用觉得奇怪 就是它从多头慢慢大涨 到开始步入空头 它不会是一夜之间就确定的 除非发生系统性的风险 我们不知道 我记得我忘记哪一年了 那时候发生那个 亚洲金融风暴那一年 那个就是一夕之间的 那因为那个时候的科技 科技资讯不发达嘛 网络资讯不发达 所以很多人可以做什么 假的账单的什么什么 去骗银行的钱嘛 现在比较不可能 因为现在资讯太透明 所以要这样搞鬼比较难 但是我要跟他提醒就是说 因为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它不会是一天之内发生的 所以再加上现在 全市场因为 全市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资金都还是集中在一些 有限的投资环境下 你说现在要去国外投资也很难 对不对 人家来投资台湾也很难 很多技术人员的移动 没有办法那么顺利 导致钱都还是留在股市 所以目前你说现在行情 有没有可能立刻出现大跌 不会 但是会慢慢酝酿 所以我今天特别举韩国的例子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说 你看这个韩国股市 在去年7月创新高完之后 它也没有立刻大跌 它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 它也是一个酝酿 你看它光这一段也跌了三四个月 之后破了颈线之后 这边又盘了一段时间 有没有看到这里也盘了好几个月 之后才开始反下破体 那这边我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当然我不是说台湾以后会走入像 类似像韩国这种情况 不排除 我觉得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一个空头市场的行程 它不是一朝一夕行程的 你就看上证指数就可以知道 也是一样 它也不是一天就行程了 也是盘了好久 打击考大头部才慢慢确定走空的 包括深圳指数更弱 我们那天再跟他聊深圳指数 还有创业版 你们就可以知道 就说什么叫步入空头之前的一些征兆 它其实是慢慢来的 所以你看这两天大盘涨个七八百点 我相信对很多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心情是好的 指数起来有黄包行情 我也知道有黄包行情 我过年前就告诉大家 一定会有黄包行情 只是说这种黄包行情 能够走多久 手脚要多快 各凭本事 真的八仙过海各凭本事 你说今天我现在 从明天开始跳下去 跟他抢反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凭本事嘛 抢短我会输吗 要不要看看以前 我先生怎么抢短了 有逼要不要看 别忘记啦 富财是谁给他推荐的啊 是我呢 不是没有本事啊 而是我觉得 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 抢短的上面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盘 所面临的问题 一天之内 一时之间我也讲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很多问题 是慢慢慢慢累积 就像一个人生病 本来只是流鼻水 后来变咳嗽 后来变成胸闷 最后变肺炎 严重一点的 可能就咳屁了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它形成一个空头的趋势 它不是一两天可以形成的 但是它会有很多迹象 最明显的是什么 量 你看到韩国股市在7月份这边 去年7月的时候 穿高点的时候 看到 在高点是没有买盘 有没有看到 这个情形跟台湾现在的情形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没有 追加信心不足 那这种追加信心不足 在没有量人的堆积之下 是很可怕的 表示市场的资金在退潮 那为什么市场的资金慢慢在退潮 因为想买股票的人变少 那为什么大家想买股票的人变少 因为股票贵 当股票变贵的时候 去当接盘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主力就会开始不计价压低 不计价压低 最后就会发生那些像 蓄准这种情况 当然懂了吧 蓄准它绝对不会是 高价股里面的 你看它过年很期益 没有什么底 反而是这两天开始在补跌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高价股所面临到的问题 那你说这些 一千多块的股票 基本面不好吗 基本面不好 怎么可能股价会是一千多块 对不对 台积电的基本面如果不好 凭什么它可以六百多块 到底是一样的 所以当这些高价股 开始出现集体式的补跌的时候 对指数还是会有压制的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你们在看盘 我这么讲 在看盘 一定要懂得去区分 今天为什么盘会涨 为什么今天大盘会跌 今天什么主流是在哪里 然后今天最弱的族群是在哪里 因为你们都习惯看最强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忽略掉 那些最弱的股票 才是扯后腿的 所以我一直在节目上 告诉大家就是说 当然我们去探讨 那些最强的股票 当然也可以啊 对不对 来比手脚嘛 我可以随时翻多了 我先跟大家讲随时的 我有时候有股票可以买的 我早上不是跟他推荐很多 对不对 随时都有股票可以买的 但是我希望更多投资者 可以了解到就是说 我们做股票 不是每天就穷追猛打 去买那一些 哎呀今天涨什么追什么 明天涨什么追什么 我们又不是在蔡市长那边 抢跟人家抢那个 特价的那个菜对不对 没有必要这么做 眼光要大一点 眼光要放远 我觉得我们要的是一个 比较大的这个利润 所以通常来讲 你要剥取一个大的利润 是需要规划的 就像起厨打的一样 对不对 你今天你要盖10楼 跟盖20楼 你挖的地基丁是不一样的嘛 相对的嘛 如果我今天我要赚的是 一支掌天板 那随便拼可能都有嘛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赚到五支掌天板 那肯定这些规划是一定要非常 慎重小心的 简单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反正我今天的节目重点 大概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涨多年不要乱追 我还是建议大家趁反弹 尽可能的降低你的持股比例 不要看到大盘涨了七八百一点 我告诉你 涨了七八百一点 跟你的股票不一定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懂吗 好了 等一下回来聊一下 做空的股票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物铺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物铺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资源循环 生生不息 好 在挑选做空的股票 有几个选项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 我并没有特别把它列举出来 大家可以自行再去参考 但是我觉得做空股票 就跟买股票是一样 我问大家好了 我们买股票 W层型可不可以买 可以吗 相对的做空也是一样 M头层型可不可以空 到底是一样 所以不要去想要空在最高点 也不要想去买在最低点 我们等底部确定 或者头部确定之后 通常来讲这样出手 我觉得一本万利 也许因为没有买在最低点 没有空在最高点 利润稍微有稍微损失一下下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重点就是因为头部层型完之后 他一跌难涨 懂吗 就算大盘涨七八百点 他也不见得会涨 这个就是要跟他提醒的 还有形态要转落的迹象 什么叫形态要转落的迹象 很简单 比如说高档包大量了 一般来讲这种股票 短时间真的要大涨也很难 这种形态转落最明显的 打个比方来讲好了 来 我在2月8号那天 带会员做空的这个帽子 你看他高档是不是包大量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要跟他提醒 这就是这种形态转落 那为什么高档包大量会形态转落 很简单 主力气首高档拉高出货 你想嘛 主力都已经暂时气首了 你觉得他短时间前有可能大涨吗 很难 当然有例外的 也也是有例外 但是我们不要去讨论那种 个别的例外 大家懂吗 绝大部分高档包大量 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所以你看像这种 已经高档包大量形态转落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这种股票 任何反弹皆空点 所以你看我在2月8号那天 是不是带会员 244 245开始做空 244 245开始做空 那天还现空现赚 那你看一下今天的冒打 早上还有冲高 又是一个好空点 那我问你 一冲高完之后立刻压回 表示什么 表示是他的高档的埋牙真的很大 你看从形态来讲 他这两天大盘大涨七八百点 跟他有没有关系 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懂了吧 不是说今天指数大涨七百点 很多股票就会跟着大涨 一两根涨停板 没有 你自己看冒打 有气吗 没有 反而一反弹 变成一个绝佳的空点 大家懂了吧 也许我们现在空这些股票 并还没有很大的收益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盘在涨 因为大盘在涨 所以延迟这些股票 补跌的压力 不表示后面不会跌 所以说大家了解到 就是说我们逢高 为什么要趁 你看我这边 这边要写 逢高做空看法不变 把握大盘 这两天再反弹 反而有更好的空点 所以这个就是 做空跟做多到底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大盘跌下来 我们逢低布局 对不对 比如说我过年前 你看我把这个 昌龙回补 当然如果回补完 反手做多 哇你看 做空也赚 做多也赚 到底是一样吗 但是我没有反手 去做多长龙 我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你看 如果说今天 我们在低档这边 反手做多长龙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赚 那为什么 那因为它在低档 那相对的 如果今天 要去做空这些股票 是不是要趁它反弹 才会好的什么 空点 所以这个部分 大家一定要了解到 就是说在这个 高点跟低点之间 的那个分寸的拿捏 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而不是说 看到什么东西涨了 然后就拼命去追 一追就追在睡高点 有什么意义的 对不对 还有再来 做空的股票 还有几个原则 比如说还在高档震荡的 你看像那个什么 创伟那些还在涨 所以我觉得 这两天空创伟 元太这些人可能会辛苦一点点 可能要辛苦一点点 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像 我也很喜欢做这种的 重要支撑已跌破 什么叫重要支撑已跌破 比如说很重要的军线跌破 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 比如说颈线这些跌破的 这种都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空点 再举个例子来讲 你看 这叫华琴 你看到华琴 它除了高档爆量之外 它爆量 有涨 有没有涨 有耶 它并不像刚刚我们看 茂达它立刻大跌 并没有 你看 它反而是爆量完之后 还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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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破了月线之后 哇 你看 就开始像下楼梯一样 ABC慢慢的要拉回 像这种股票 也是一种形态转弱 可以做空的股票 懂吗 所以说一定要提醒 那你看 你看以华琴来讲 你看今天大盘大涨 跟他没关系啊 真的一点跟他关系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会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形态转弱了嘛 重要支撑跌破 你看他季线也破了 所以你看像这种股票 一般来讲就是反弹一个很好的空点 所以你看我今天也是带会员248 250这边 240到250这边逢高做空 我没有做当冲啦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肉啦 所以刘昌算了 看看明天有没有更好的一个点位 也可以补啊 做个价差 大家懂了吧 所以你要了解到就是说 我们今天做多跟做空 听起来一个字的差别而已 对不对 可是做空的难度 跟他的技术含量比较高 跟做多其实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今天看新闻报告出来 比如说像前两天公布 创委不是公布吗 哇这个去年营收多好又多好 结果后来股价大涨 你看那个消息面去买 那天去追创委 基本上都没有错 你看2月7号那天公布 一追进去 新闻一出来一追 有没有错 没错 所以做多的方式跟做空的方式 基本上有一点点差别的 但是不可否认了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做空的难度的确是比较高 跟大家做个报告 好了 那今天简单跟大家聊一下 一些做多的看法 还有我对这个股市的一些看法 我的目的还是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 真的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点 千万不要盲目的追高 特别要把握这两天大盆 反弹的时候 好好地检视一下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应该是会认同我讲的 因为事实证明 大盘大涨的将近六七百点 很多股票它是不涨的 如果你满手都是这一种 量在那边动都不会动的股票 就算明天大盘到一万九千点好了 我告诉你 会起的还是会起 不会涨了还是不会涨 那你怎么办 量在那边吗 真的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真的无法去判定 哪些股票该出该进的话 甚至可以摊平的话 不要争计 加入做法师的粉丝专业 听听看做法师给你的建议 好不好 有任何不了解 不信任何地方 都会欢迎你跟我们线上的助理 进行一个联系 节目最后 预祝所有的投资朋友超度顺利 我们明天见 随胜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本来为大家做个简报 对不起 喂 那是遥控器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讲到 喂 出去玩 出去玩 对不起 我们刚刚讲到 帮我帮我一下司机到 对不起 我们刚讲到 对不起 哎呦 阿伯 你再呼吸点 我来替你帮我吹一下 好不容易 对不起 我们刚讲到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保力达男牛 尘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贷尽一定贷出 尘东斗铺 拥有股票 习货 双振兽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尘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尘东斗铺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逐力作手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尽一定贷出 尘东斗铺 拥有股票 习货 双振兽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尘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